这是一个有能力改变未来全球通信与卫星应用的计划 它的出现在卫星互联网领域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它就是Starlink 由SpaceX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于2015年提出的 Leo互联网星链项 计划在2027年之前发射距离地球340公里 550公里和1150公里的上万颗三层近地轨道卫星 并最终将所有卫星连结成一个巨大的卫星星座 建立一个不受地面基础设施限制的全球网络 与传统的大卫星不同 星链规划的卫星部署在低地球轨道上可以实现全球覆盖 同时庞大的星链计划和大约50个轻角意味着卫星只需要采取一个小的直字形 即数据传输可以通过最接近直线距离的路线来完成 事实上一种可以在太空中随意拼接和组合的真空光栏已经建立起来 无论天涯海角我们都不会耽误刷视频了 星链中的每颗卫星重约260公斤 其体积相当于一张普通桌子桌板的大小 其主要部件包括激光通线设备 可展开的太阳能电池板 离子推进器和四个相控阵天线 卫星以堆叠的方式落在一起 这样几十颗卫星就可以同时送上天空 例如使用猎鹰9号火箭 一次可以发射大约60颗卫星 到达该位置后 将这堆卫星扔下 然后这些卫星将自行缓慢部署到相应的轨道位置 该计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星座由4408颗卫星组成 轨道高度约为550公里 第二阶段星座由7518颗低轨道的卫星组成 这些卫星在约340公里的高度运行 第三阶段星座由3万颗卫星组成 自2019年首批60条卫星链发射以来 到2021年底 共分35批发射了1942颗卫星 2022年后 公司将发射3万条二代卫星链 发射计划将从猎鹰9号火箭改为星级飞船 目前 它已被全球25个国家的14万5000多名用户使用 意义非凡的星链计划未来发展千金广阔 也同时存在一些发展的问题 星链计划有以下四大优势 第一是卫星发射成本低 计划中的运载火箭是由SpaceX自己开发的猎鹰9号 这种类型的火箭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回收技术 可以重复使用 每颗卫星的制造和发射成本不到50万美元 第二是规模巨大 卫星项目总规模为4万2000颗卫星 这将带来低地球轨道频段的资源竞争和空间拥堵等问题 第三可实现全球覆盖和快速通信 在航空海洋野外在海战争等服务场景中具有大量应用 第四军事应用前景广阔 乌克兰战争爆发后 马斯克利用自己的卫星链支持乌克兰 甚至有传言称 星链技术可以让俄罗斯的核弹飞回原点 虽然是无疾之谈 但也可以看出星链卫星的应用范围包括通信传输 卫星成像 摇杆探测的军事应用 然而 这个计划也有一些不良影响 星链将向地球近地轨道发射总计4万2000颗卫星 发射后 地球的近地轨道将变得极其拥挤 卫星碰撞的风险增加了好几倍 对其他国家与和平利用和探索太空有关的活动构成了威胁 在星链计划发射4万2000颗卫星后 它将占用大量的低地球轨道和空间频补资源 由于国际电信联盟在轨道和频补采集方面采用先到先得的原则 这意味着其他国家需要避免应用频段和轨道 这将客观地减少其他国家进行太空探索的空间 星链计划的大部分卫星都部署在低地球轨道上 而这些密集的星链卫星不可避免地成为天文学家和爱好者观测太空的障碍 早在2019年5月 当星链计划首批60颗卫星发射时 就引发了全球关于商业道德的讨论 许多天文学家和天文观测者批评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星链计划单方面改变天空的外观 未来可能会带来光污染 太空垃圾等问题 根据联合国卫星登记网站的数据 目前载轨卫星约有2000颗卫星 未来卫星链计划发射的42000颗卫星后 载轨卫星数量将增加于20倍 如此庞大的卫星数量将极大的影响天文学的探索和研究 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星链计划却将中国5G作为假想敌 而中国又将如何应对 不出意外 在未来美国将继续压制华为在中国5G方面的技术优势 以及中国对5G的海外营销 其明显意图是将太空互联网发展成为美国率先超越弯道 进入六巨时代的战略选择之一 随着星链计划服务向全球的逐步实施 以华为为代表的中国海外市场极有可能被削弱甚至完全淘汰 未来将形成中国用5G 其他国家用星链两个平行的独立市场和有竞争力的产业价值链 中国的5G网络技术可能会因为全球市场空间受到压制而成为技术孤岛 这将对中国产生重大影响 包括全球5G产业价值链 为了应对这种情况 中国还提出了红雁和红云计划 计划发射156颗卫星 这些卫星将在离地面1000公里的轨道上连网和运行 它类似于卫星链 超过156颗卫星将形成卫星尘埃宽带全球移动互联网 目前的形势是 我们在5G上遥遥领先 美国战略性放弃 一边钳制华为 一边减多密鼓投入6G建设 直接跨代竞争 所以从长远来看 我们的道路依然不满经济 大家绝对不能掉以轻心 美国民众很普通 但精英的聪慧超出你的想象 中变 华为甚至小米雷军的银河航天 都在计划发射卫星 2021年4月21日 太空新闻报道称 中国正在研究一个 由13000颗卫星组成的巨型星座 轨道分布在500到1145公里不等 倾角从30到85度不等 新的星座规划将成为中国版的星链 网络服务和应用将延伸到自动驾驶 物联网等更多更深层次的领域 领先意识并不能返超美国 领先一世才行 科技战跟舆论战 贸易战 金融战一样 一刻也不能放松 所以中国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们 先来读吧